台北市民權西路 今天發生計程車跟機車擦中事故 計程車駕駛下車查看 突然開車門 這時候正要進站的公車司機 看到是緊急踩煞車 結果造成車上七名乘客摔傷送醫 警方表示計程車駕駛不當開車門 致人受傷 依法最高開罰四千八百元 據公車駕駛擊煞 出判沒有構成 疏於注意車錢狀況 公車出站後開在專用道 一輛計程車突然開車門 公車司機下意識擊殺 站立乘客往前衝摔傷 公車殺得及車上有七人受傷 被送醫 一人最嚴重固執被開刀 雖然公車業者派人前往探視 但內部認定司機基於避險猜擊殺 衝回事發地在監獄民權西路站外 地面還留有粉筆標示痕跡 二十二號早上八點多 計程車與機車發生擦撞後 駕駛下車查看 開車門瞬間似乎沒注意 公車近距離從左後方駛來 開啟或關閉車門時 應遵守相關規定 不大而自人受傷 依道路交換查條例 儲信臺幣兩千四百元以上 四千八百以下八百 開車門馬虎造成人員受傷 警方將依法對機程車駕駛 開罰最高四千八 但過去都說駕駛人上路 必須注意車錢狀況 這回公車司機擊殺 是不是疏於注意導致 有沒有疏於注意 警方表示包含事故的相對位置 時間反應能否足夠等等 都要一起考量 至於他面對突發事件擊殺 也不違反道交條例 並無故驟然減速等相關規定 記者 陳冠勛 陳立峰 臺北報導